英媒,王岐山也无计可施,透过电影《了解川普》,中美贸易战开打至今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宣布了多轮对怀贸易制裁,一向被认为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扮演要角的王岐山,始终没有正式出面英媒。 22日趁王岐山自铺透过电影《了解川普》,这显示他也无计可施了广告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今年春天,王岐山告诉海外访客,在看了电影意外,Sweet Billboards Outside Dabbing,Mazuri后他部分理解了川普的支持者,在想什么王岐山3月中共两会上成为国家副主席, 被认为主要协助习近平主导外交事务和协调中美关系,不过在中美贸易战中,王岐山并没有如外界预期一样出场救火。 然而9月17日王岐山又重新回到美光灯下,当天北京主动邀约的两个美国代表团在北京与王岐山会面,两场会议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以及化解中美贸易战的可行之道会议上。 王岐山表示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王岐山与两个美国代表团会面结束后同一天,川普政府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实施了新一轮关税制裁。 纽纽约时报报道说当年克林顿总统考虑是否应该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壁垒,时华尔街曾帮北京说话,当布什和奥巴马两位总统将中共列为汇率操纵国时华尔街,敦促他们保持克制两位总统都做出了让步。 而如今中共仍希望华尔街再次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来平息华盛顿的怒火,但在川普这里失灵了川普,加大了于北京的贸易战力度。 华尔街的话被置入网文,纽14月,就曾在评论文章称,尽管中共领导层经贸方面的人才不少但他们似乎很迷茫。 包括王沪宁、王岐山和刘鹤在内的中共高层都对川普的迅速决策和贸易制裁,感到惊讶和困惑。 他们急切地在美国政坛中寻找中间人,报道说过去20多年来中共看到的一直是美国商界支持与中共的贸易。 美国历任总统也都支持这种做法,但川普并弃了这种模式报道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根据被咨询人,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些人正想方设法去了解川普,以及如何应对他的贸易议程。 金融时报称包括王岐山、习近平、刘鹤发现,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没有搞懂川普报道说,王岐山此次在北京会晤华尔街高管十二世,他对于掌握川普有困难。 报道说,王岐山急忙安排和华尔街老朋友的会面,也显示出他的绝望因为这些高管禁约,来一辈证明没有能力劝阻川普不打贸易战。 看来王岐山除了继续看电影,也不知道能怎么办了。 央内BBC引述凯元资本董事总经理陆萧全的话说,当前中国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及经济放缓,投资减弱,资本市场疲软,货币贬值等众多不利因素。 中国经济在一年后可能恶化,中共应该做出必要的妥协以平息贸易战,处理国内更急迫的经济问题。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分析认为,川普对中国打的就是一场梭哈折磨战美国目的,是在消耗全世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至于川普要怎样才会收手停止贸易战,他预估川普的最后目的是要中共垮台,只要把中共打倒一切手段在所不惜。